世界上最强的航母不是单看有多大 而是综合看出动效率 舰载机能力 弹射和滑跃技术 动力来源 传感器与作战半径 后勤与维持能力 本片以战斗效能与综合技术为优先排序 看完你会知道 有些航母体格壮 但出击慢 有的不见得最大 但技术含量让对手头痛 记得订阅加点赞 我们一起看看谁能第一时间把飞机打上天 如果你觉得排在第十就只是来凑数的 那法兰西的戴高乐号会第一个不服 它不是靠吨位混进榜单 而是靠一个硬核标签站稳位置 欧洲唯一的核动力航母 满载排水量大约42,000吨 在今天8万10万吨级航母面前确实鲜小 但核动力的价值不在体型 而在持续高速 长时间部署 不用平凡不及 这让戴高乐号 可以长时间待在战区门口 不必进进出出 更重要的是 它是完整航母体系 采用蒸汽弹射与阻拦锁 能起飞阵风M型舰载战斗机 还能搭配固定异域警机 执行空中指挥任务 换句话说 它不是只能飞直升机的象征性航母 而是真能打的那种 舰载机规模大约30到40架 数量不多 这也是它的天花板 甲板空间有限 出动节奏 无法与新一代大型航母相比 但法国走的 本来就不是数量碾压 而是精准打击 加上北约联合作战路线 而且戴高乐号 多次参与真实军事行动 这一点不是纸上谈兵 简单讲就是 戴高乐号不是最强 但它是欧洲唯一一艘 真正暗美式航母逻辑 在打仗的船 第十名 不是情怀分 而是对它体系 与实战能力的肯定 第九名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讲到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 先说一句实话 它能上榜 不是因为状态好 而是因为它理论上 真的很能打 这艘航母满载排水量 大约在58000吨左右 采用滑越起飞设计 搭载苏系舰载战斗机 与大量多用途直升机 纸面数据看起来不差 飞行甲板也不小 理论上具备区域制空 对海打击与反潜能力 重点来了 它的设计思路非常俄罗斯 库兹涅佐夫号 被定义为重型载机巡洋舰 不只是航母 还在舰体上 直接塞进大量反舰导弹 意思很明确 别人航母靠飞机 我这艘船自己就能先打一轮 听起来很懵 对吧 但有三个问题 也刚好出在这里 第一 它是常规动力 而且动力系统长期被诟病 每次远航 外界关注的重点 不是要去哪 而是 这次会不会冒烟 这不是梗 是现实 第二 滑越起飞 限制了舰载机的满油满蛋起飞能力 出动效率与作战半径明显受限 第三 维护状态长期不稳定 多次大修事故与延宕 让它在理论战力和实际可用性之间 拉出一条很残酷的落差 那么多问题的航母 为什么它还能排第九 因为在俄罗斯体系里 它依然是唯一的航母级远洋投射平台 只要它一出港 就代表俄罗斯具备航空兵海上存在感 这种战略象征意义 其他舰艇给不了 第八名 维克兰特号航母 三哥国的印度维克兰特号能排进前十 说白了不是因为它多猛 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件事 印度终于走到自己造航母 自己用的阶段了 这艘航母满载排水量 大约落在四万吨左右 采用滑越起飞设计 舰载机以米格29K 与各型直升机为主 单看纸面数据 它不夸张不要言 甚至有点重规重局 但重点从来不在吨位 而在身份 维克兰特号 是印度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航母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从设计建造 系统整合到服役维护 印度不再完全依赖外部改装 而是开始建立自己的航母工业链 这一点 在战略层面分量非常重 当然 现实也很直接 滑越起飞 限制了舰载机的满载出动能力 出动效率与打击半径 都没办法跟弹射航母相比 舰载机数量也有限 更多承担的是 区域滞空与存在感投射 而不是高强度持续空袭 印度洋方向 维克兰特号的定位非常清楚 不是全球争霸 而是区域主控 只要它在海上 就等于告诉周边国家 这片海域 我有航母在看 第七名 维克拉玛地亚号航母 如果第八名的维克兰特号代表自己造 那维克拉玛地亚号讲的就是另一条路线 不会造没关系 用买的先把能打得弄到位 这艘航母原本是苏联时期的重型载机巡洋舰 后来由俄罗斯深度改装后 交付印度使用 满载排水量大约四万五千吨上下 采用滑越起飞 主力舰载机同样是米格29K 加上大量反潜与多用途直升机 从血统来说 它不年轻 但从功能来说 它一点都不养老 维克拉玛地亚号真正的价值 在于它成熟 稳定 可预期 系统该跑的都跑过 飞行甲板 舰载机起降流程 指挥链协同 都是已经被反复验证的配置 它不像新舰需要边用边改 而是上船就能用 出海就能飞 当然 它的问题也很现实 滑越起飞 决定了舰载机无法 满油满蛋出动 常规动力 决定了续航与持续部署能力有限 再加上 它本质是改装舰 空间与未来升级潜力都被锁死 一句话 维克拉玛地亚号就像一名老兵 装备不薪 但你真的要打仗 第一个会点它的名 第六名 伊丽莎 白女王 级航母 这一级航母满载排水量大约80600吨 吨位直接跨境大型航母俱乐部 甲板又大又干净 舰体设计高度自动化 人员编制明显少于传统航母 光这一点就代表英国想解决的不是能不能飞 而是能不能长期养得起 持续用得久 它采用的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模式 核心舰载机是F35B 这里一定要讲清楚重点 这不是技术落后 而是路线选择 英国放弃弹射是为了降低系统复杂度 缩短建造周期 俗称多一个香炉 就多一只鬼 同时确保盟军 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 可以无缝进铸 舰载机规模在和平时期 大约40架左右 战时可明显上升 搭配现代化雷达 指挥与数据链系统 它在情报整合 联合作战与区域投送上非常强 特别适合北约体系的多国协同 但问题也很直接 短距起飞 意味着舰载机在弹量与作战半径受限 也无法起飞固定异域警机 只能依赖直升机预警 这一点 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下 是硬伤 不是嘴硬能解决的 伊丽莎白女王级代表的 是一种现实主义航母思维 不追求极限性能 而是追求可持续存在感 和联盟放大效果 在北约体系里 它不是单挑王 而是团队核心节点 一句话 伊丽莎白女王级 就像一台最新世代的智能手机 功能整合 操作顺 但你不能指望 它去当专业工作站 如果说航母世界也有升级打怪路线 那山东号就是中国从新手村 走进中段副本的关键节点 它很危险的一点在于 它非常稳 而且已经形成规模化使用能力 山东号是中国第一艘 完全国产化建造并服役的航母 满载排水量大约落在6万到7万吨级别 采用滑越起飞 舰载机以歼15系列 与多用途直升机为主 单看配置 它并不追求极限技术 而是明显走一条路线 成熟 可复制 能长期用 山东号的飞行甲板调度 舰载机起降流程 人员编组 已经明显比辽宁号更顺 它不是实验舰 也不是教学样品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役主力航母 负责的是高频率训练 持续巡航与实战化部署 舰载机数量大约在30到40架以上 虽然受限于滑越起飞 无法让战机满游满弹升空 但在近海与第一岛链环境下 这个配置已经足够形成 持续空中存在感与区域压制力 简单讲 它不是一拳打死对手 而是一轮接一轮让你喘不过气 那么好的航母 为什么只排第五 因为山东号真正厉害的 不是单剑性能 而是它背后代表的东西 航母开始进入批量化 体系化运作阶段 一艘航母不吓人 两艘能轮换 能轮换就代表战备常态化 当然 它的天花板也很清楚 滑越起飞限制了舰载机的载重与种类 无法起飞固定翼预警机 在远洋高强度对抗中仍有短板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继续往福建舰电磁弹射方向推进 第四名 辽宁号航母 很多人一听辽宁号排第四 第一反应是 这艘不是训练舰吗 但老实讲 如果没有辽宁号 后面那些更猛的航母 根本不会这么快出现 辽宁号满载排水量大约在六万吨级别 采用滑越起飞设计 主力舰载机同样是歼15系列 加上大量直升机执行反潜与支援任务 从纯性能来看 它确实不是为世界最强而生 而是为从零开始摸索航母 怎么玩而存在 但重点就在这里 辽宁号是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 用于舰载机起降 航母编队训练与实战化验证的平台 所有后来你看到的流程 舰载机怎么调度 飞行员怎么轮换 夜间起降 怎么练 航母怎么和驱逐舰 补给舰协同 全部都是从辽宁号身上 跑出来的经验 这艘船真正厉害的地方 不是单次能飞多少架 而是它把航母从概念 变成了可复制的能力 它让中国海军第一次 具备全天候舰载机运作能力 也让后续的山东号 可以一上来就进入主力舰节奏 而不是从头试错 当然 它的定位非常清楚 辽宁号 不会长期顶在第一线高强度部署 它更像是一个 永远在输出经验值的角色 滑越起飞的限制 老一代舰体结构 都决定了 它不适合当终极王牌 但非常适合当体系孵化器 辽宁号 不是最锋利的刀 但它是第一把被磨出来 而且教会别人 怎么磨出一把 又一把的绝世好刀 第三名 尼米兹吉核动力航母 第三名开始 我们正式进入世界航母的 天花板区 而美国的尼米兹吉排在这里 只说明一件事 它不是被淘汰了 而是被自己国家的下一代 挤下去而已 尼米兹吉航母 满载排水量约10万吨 清一色核动力 采用蒸汽弹射和阻拦锁 可以稳定搭载60架以上的 各型舰载机 包括主力战斗机 固定翼预警机 电子战机与反潜直升机 说白了 现在全世界航母该长什么样 几乎都是照着尼米兹吉超的 它最大的优势不是新 而是成熟到可怕 从舰载机出动节奏 夜间起降 安全冗余 到航母战斗群 协同作战 尼米兹吉 已经打磨了几十年 美军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一天内高强度出动 上百架次舰载机 是常态 不是极限 而且别忘了 它不是单独行动 每一艘尼米兹吉出港 后面跟着的是 一整套航母打击群 神盾舰防空 核潜艇护航不几件接力 空中还有固定 异域警机与电子战机 全天轮班 这不是一艘船 是一只会移动的空军基地 把尼米兹吉放到全球 任何一个海域 大多数国家面对它 根本不是要不要打 而是 要不要先撤的那种 第二名 福建号航母 型号003 如果说前面的航母 还在比 谁用的熟 谁体系稳 那福建舰一出现 游戏规则 直接换版本 因为它做的 不是优化旧路线 而是直接跳到 下一代航母标准 福建舰满载排水量 普遍被估在 8万到9万吨级 这是中国第一艘 真正意义上的 大型平直甲板航母 也是第一艘 采用电磁弹射的 国产航母 注意 这里不是接近 而是正式进入 电磁弹射时代 电磁弹射的意义 一句话讲完 不是飞得帅 是飞得多 飞得重 飞得快 舰带机 可以满游满弹起飞 出动节奏更密 机型选择空间 直接被拉开 这代表什么 代表福建舰 不再被华越起飞 锁死 战术想象 福建舰的设计核心 不是单架飞机有多猛 而是单位时间内 把多少架飞机送上天 再安全收回来 这正是现代航母 真正的杀伤力来源 而不是吨位本身 在舰载机层面 福建舰被普遍认为 将搭配新一代隐身舰载机 例如歼35系列等战机 并能支持固定抑郁颈机 与电子战机的上舰可能性 一旦这些机型完全成军 福建舰的作战形态 将从区域制空 直接跃升到体系压制 那问题来了 它都这么猛了 为什么还不是第一 原因也很现实 而且必须老实讲 没有实战经验 我们并不知道 它是马或者是织驴 但就算这样 福建舰依然站上第二名 原因只有一个 它是目前全球极少数 真正具备 向第一名发起技术挑战资格的航母 第一名 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第一名给美国的福特级 其实没有悬念 因为它做的不是在堆吨位 而是把航母真正的杀伤力 出动效率彻底重写 福特级满载排水量约10万吨 核动力 采用电磁弹射与电磁缆阻 这是全世界第一种从设计阶段 就围绕高频率起降打造的航母 重点不在新名词 而在结果 同样一艘航母 同样一支机群 福特级能在单位时间内 多送飞机上天 这才是航母真正的统治力 舰载机配置 依旧是完整的美式模板 主力战斗机 固定翼预警机 电子战机 返前直升机 一个不少 典型机群规模在60架以上 而且不是能搭多少 而是能长期高强度运作多少 福特级真正恐怖的地方 在于节拍 从飞机调度 弹射循环 回收效率 到维护人力配置 全都围绕一个目标设计 减少人力 减少时间 增加出动架次 结果就是 在持续作战状态下 它能把对手 拖进一场比耐力 比资源 比工业能力的消耗战 而这恰好是美国最擅长的领域 当然 它不是没有争议 服役初期 电磁弹射 与新系统稳定性 被反复点名 系统高度复杂 意味着维护门槛极高 但这些问题的前提是 它已经站在别人 够不到的高度 才会被拿放大镜检视 为什么它能稳坐第一 因为福特级不只是一艘船 而是一整套 已经跑顺的航母 作战工业流程 从飞行员训练 舰载机换代 航母打击群协同 到全球基地网络支撑 福特级不是单挑王 而是规则制定者 一句话 福特级不是世界上 最会打的航母 而是世界上 最会长期把仗 打下去的航母 看完这份榜单 你应该明白一件 很现实的事 世界最强航母 从来就不是 哪一艘最帅 最大 最贵 真正拉开差距的 只有三件事 出动效率 体系成熟度 能不能长期打下去 所以这份排名 与其说是在比 谁最强 不如说是在比 谁 已经把战争这件事 变成了一套 可以长期运转的系统 如果你看到这里 代表你真的 把这支片看完了 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哪一艘航母 被低估了 哪一艘 又其实被吹过头了 记得订阅 加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